持续关注阿富汗恐怖袭击 欧史TV综合法新社 法国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消息 8月26号星期四 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两次爆炸 至少有85人死亡 160人受伤 据五角大楼称 其中至少有13名美国士兵死亡 另有18人受伤 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军在阿富汗的最大伤亡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要让恐怖分子付出代价 在袭击发生的几个小时以前 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几个国家 要求其国民尽快离开该地区 因为存在恐怖主义威胁 数以千计的人仍试图在8月31号的最后期限前登上飞机逃离塔利班 周四晚间 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 该恐怖组织声称 属于霍拉桑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突破了所有安全防线 据称 他在引爆其腰间爆炸物时 距离美国士兵不到5米 当时这份声明中 伊斯兰国只提到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也只提到一枚炸弹 而五角大楼则报告了两起袭击 其实最近几天 许多人已经在担心霍拉桑伊斯兰国的攻击了 近几个月以来 这个由塔利班反叛者创建的组织 与阿富汗塔利班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霍拉桑是一个地区的旧称 该地区横跨今天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 伊朗和中亚的部分地区 在那里建立起来的这个武装组织汇集了前巴基斯坦塔利班 以及许多对阿富汗塔利班感到失望的阿富汗人 他们在2014年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 2015年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宣布建国一年之后 伊斯兰国组织正式承认建立霍拉桑伊斯兰国 作为其在该地区扩张的一部分 同样 在2015年 该组织决定在阿富汗东部山区的阿钦地区 建立指挥基地 离巴基斯坦边界不远 据联合国称 该派别在阿富汗其他地方 包括首都以及巴基斯坦都有活动 霍拉桑伊斯兰国是逊尼派恐怖组织 他们以占阿富汗人口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为攻击目标 他们被怀疑是2020年5月 袭击喀布尔一家妇产医院的幕后黑手 这次袭击造成25人死亡 包括16名母亲和新生儿 对妇产医院的袭击是为了报复阿富汗部队 对一个伊斯兰国分支的行动 同样 2021年5月9号 在喀布尔一个主要由什叶派人居住的街区 一所女子学校附近发生了炸弹袭击 爆炸造成50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当时 阿富汗总统指责塔利班和伊斯兰国 但塔利班否认了这次袭击 有分析说 很可能就是伊斯兰国实施了这一行为 据一位在推特上发表研究报告的西方伊斯兰国专家表示 今年1月1号到8月11号期间 霍拉桑伊斯兰国实施了216次袭击 而去年同期为34次 他告诉法新社 这是阿富汗成为伊斯兰国最具活力的地方之一 据信 霍拉桑伊斯兰国拥有500至数千名战士 在阿富汗 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之间存在冲突 事实上 自伊斯兰国进入该国以来 塔利班一直对其进行镇压 塔利班在8月15号上台之后 受到了几个圣战组织的祝贺 但伊斯兰国却没有 塔利班还在美军离开之后 清算了关押在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的几名伊斯兰国指挥官 卡巴尔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总统拜登保证 没有证据表明塔利班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之间存在勾结 然而 伊斯兰国可以从塔利班的接管中获益 却是不争的事实 塔利班的胜利也给了霍拉桑伊斯兰国喘息的空间 很多人担心在伊拉克的情况会重演 阿富汗军队的垮台可能导致安全真空 这有利于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发展 根据一些分析家的观察 霍拉桑伊斯兰国的活动在过去12天突然停止 伊斯兰国分支机构通常在准备行动前采取这种策略 该组织的推文说 现在有很多伟大的目标 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当地局势的紧张程度